大家好,我是苦產科新籍專科醫生,江詠珊醫生 醫生你好,想問一下什麼是雪卵呢? 雪卵的原理又是什麼呢? 其實雪卵是卵子的冷凍技術 一般來說,每個月卵巢都會預備好一定掃浪的卵狀卵泡 即是BB卵,只有一顆能夠生長、成熟和排卵 其如預備好,但又不能夠生長的卵子就會浪費 其實雪卵正正利用人生的心理循環 我們將卵巢在這個月預備好的卵子 但又將會被浪費的卵子儲起來 那些人會比較適合雪卵呢? 而雪卵的女士要符合什麼條件? 其實雪卵都是女生去保障自己生育能力的一個方法 現在很多事業型的女士 他們想趁年輕在事業上再拼搏多一會兒 又或者未遇到合適的伴侶 他們都會選擇雪卵 目的就是在自己卵子狀態最好的時候 先雪卵 將來才去考慮會不會生BB 另外那些女生因為病或癌症 照料有機會影響了卵巢的功能 甚至將來的生育能力 所以醫生都會建議她們去做雪卵的治療 其實只要女士的身體或卵巢能夠應付 互害耳蒙刺激 而她又想保存她的生育能力的話 都可以考慮雪卵 雪卵的黃金期大概在什麼年齡會比較適合呢? 而年齡和活產率有沒有關係? 雪卵當然越早雪就越好 不過香港的法例規定 雪卵一般只可以雪十年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會建議 女士可以在33至37歲期間進行雪卵 因為在這個時候 卵巢和卵子的質素還是非常好 而且實用性都比較強 雪卵的年紀和活產率其實是息息相關 一般來說如果女士越年輕 我們在同一個週期可以拿到的卵巢數量就會越多 而在質素方面 越年輕的女士卵巢的質素就會越好 我們可以做到健康的胚胎 健康的BB也會越高 即是說活產率也會大大提升 想問一下雪卵的流程大概是怎樣的呢? 過程中是否會感到疼痛? 如果女士想雪卵的話 首先就要找生活科醫生去幫你進行 一個身體和卵巢的檢查 在月經接下來的時候 第二、第三天 我們就開始可以進行 皮下的賀爾蒙注射 目的就是出進卵巢的生長 手術我們可以在監察麻醉的情況下進行 透過陰道超聲波 經陰道取出卵子 我們會將卵子放在液化淡罐裡 以零下190度度去保存 其實在打針的過程 因為那些排卵針的針嘴都很小 所以一般來說都不會太不舒服 不過隨著打針的影響 卵巢會越來越大 肚子都會有些不舒服 想問一下雪卵前有甚麼要準備呢 過程中有沒有風險 如果女士真的考慮雪卵的話 我們要在療程之前做適量的運動 注意均衡飲食 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 記住要多休息 我們都要注意我們的體重 避免喝酒 避免用一些高原的 或者高水銀的化妝品 因為這些都會影響卵子的質素 當然我們要保持我們輕鬆的心情 其實在這個害爾蒙刺激的階段 很多女士都會覺得有少少疲 少少肚脹和有少少水腫 有極少數的女士是有卵巢過度刺激症的 另外在抽卵子的手術 雖然都是一個小型手術 但是都會有少少的風險 包括了流血感染和傷及輪筋的器官 醫生有沒有病例可以分享一下呢 我之前有一位女士 她在35歲的時候 跟她一位視為結婚對象的男朋友分手 以後都沒有機會去一個幸福的家庭 這個時候她遇到雪卵的科技 還雪了22顆卵子 兩年之後還遇到她的Mr.Right 之後我們用她雪了的卵子 培植了五個胃胎 她三年之間已經生了兩個小朋友 其實我覺得雪卵可以幫到女生 去主導自己的生育權利 以及可以規劃自己人生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女士 都可以考慮一下